把这胡言乱语的东西 给我拖出去 等等 我只是失忆了 但我没有傻 跟我说话的 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婚礼取消 我的妻子是林婉婉 根本就不是林月月 婉婉今天要出国 孙秘书 闭车 去机场 是 老大 你可终于想起来了 不枉我这个月东躲西藏 东拼西错的给你传递消息 终于 在今天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唤醒了你沉睡一觉的记忆 老大 你就是说 你就是说 我表现的怎么样 孙孙 有时能睡得上的话 我让你备心休戒两年 快 好嘞 为了自由 为了幸福 我就知道 你还会来找我的 哼 让你解决林婉婉 你的人 狗砸了 还把我儿子伤了 这次必须帮我 没问题 那我的条件 你没有选择 据我所知 清卓 已经把当年的事 插得七七八八 你要是不帮我 迟早会被揪出来 行 其他的条件都好说 但是一心 必须幸福 决定着 随时汇报情况 听我指示 文文 李文文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请问 飞往A国的飞机起飞了吗 已经起飞了 那麻烦您 帮我订一张最快飞往A国的机票好吗 好的先生 吴清卓 怎么 刚结婚 就要去国外度蜜月啊 文文 对不起文文 我都想不起来了 好了 快放开 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对不起文文 还好你没走 要不然我就后悔一辈子 不是吧 不是 堂堂一心总裁 竟然当壮流泪 这要让你的员工看见 可不得笑到大牙啊 怎么了 晚晚 我还是放不下的 顾铭哥 就算他以后再也想不起来我 我也想最后再为自己争取一次 对不起 别想好了 果然 你还是老样子 不过 这才是我喜欢的王了 很开心 你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不过 我还是会等你的 顾铭哥 你值得更好的 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乐意 好了 那 我就先走了 上联系 欢迎总裁分人回归 别拼嘴了 老大 这段时间 连我都受了这么多委屈 晚文姐 肯定受了更多的委屈 你可一定要听我们讨回公道 走 讨公道 这就什么事了 到这边的牙子飞走了 飞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连个人都看不出 要你有何用 对不起夫人 实在没想到 孙秘书会来这么一出 滚 那顾夫人 这 这婚礼 您看 清卓 她已经恢复了记忆 这婚礼啊 还是办不了段 都怪林婉婉这个贱人 确实怪她 要不是她 这清卓怎么会离我们月月而去啊 姑夫人 那林婉婉 也是我的女儿 那咱们反正还是新家 你看 是不是 你也配叫婉婉的父亲 姑子 林月月 你们林家居然赶在我失忆的时候 联合起来骗我 你们已经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 姑子 你 您听我解释啊 跟秘书 从明天开始 整个万城 不允许再有林家的任何消息 是 姑子 姑子 你 求您放过我们吧 求求您了 我们都是听 顾夫人安排做事的呀 你给我闭嘴 姑子 您就看在我为您剩下新宝的份上 饶了我们一家吧 你敢打我 这一巴掌 是为我自己 还为我的孩子新宝 为青拙再打你几巴掌 汪蕾 你当年骗我的孩子是死因 把孩子扔在孤儿院的门口 让他自生自灭 你这是变性谋杀 林俱七 汪蕾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帮你们 人们任何罪行 你们要为你们做出的一切 付出代价 婉婉 婉婉 你再帮爸爸一次吧 就你一次 求求您了 好你个不孝女 早知道 就不该把你要这么大 来人 把他们带到该去的地方 我不要 不要 林婉婉 她可是你的父母姐妹 你怎么这么狠心 妈 漂亮话还是您会说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 当初 您如果不是非要和我爸争权的话 怎么会给外人机会 能把我爸害死 这么多年了 您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悔改 您还是想用对付我爸的那一套 来控制我是吗 如果不是您 我和婉婉 怎么能受这么多的罪 这也是孙秘书查到的 怎么了 连我也要赶出去吗 当然不是 您是我的母亲 我只是 给你买了一张去海岛的机票 这段时间 您为儿子操心的态度了 该去旅游旅游 放松一些 你个逆子 一新集团 会被你毁掉的 妈 我只是让您出去放松放松 冷静一下 等我把那些年的人 一一揪出来之后 才接您回来 青竹 你听我说 你斗不过王总的 还有这个林婉婉 一身的污点 他就不配进我们顾家 六年前 就是我和王婉一起被陷害 新宝 就是我和王婉的亲生儿子 妈 您难道 也觉得我不配做顾家的人吗 知道真相又怎么了 所有人都只能看到他的污点 根本就不配进我们顾家的门 妈 我已经让下面的人发通告 告诉各大媒体 六年前跟婉婉私混的男人就是我 并且我也公开了我们的关系 如果他们再说三道四的话 那就是对我 对顾家的不敬 至于那个王总 这么多年处心几率 他不就是想夺权吗 您放心 我是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并且 他也会为他所有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疯了吗 顾家几代人的基业 要在你手里完了 妈 旅途愉快 孙秘书 太太 请吧 逆子 你个逆子 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会 特别幸福地在一起 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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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那是谁 为什么要带走新宝 老大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刚突然有几个黑人缠住 我好不容易才解决了 我想着 你们这里肯定也出了什么事 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新宝被人带走了 什么 我现在就派人去找 庆祝 到底是谁啊 我们一家三口刚刚团聚 他为什么要这么迫害我们 对不起 晚晚 是我太疏忽了 没能照顾好你和孩子 既然他们是冲我来的 一定还有别的目的 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联系我的 听说你小子 要犯旧账 还好老子眼前多啊 王德发 是你绑架的我的孩子是吗 你很聪明 那你猜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想要什么 钱还是全 我要你明天上午八点 自己单独来后山 做个了断 我警告你 自己来也不许报警 我已经做掉了 你们顾家一个老子了 我建议 能做掉一个小货 王冠 王冠 医生 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 但他已有身孕 以后不能再受这样的刺激了 什么 什么 你说他回了我们的孩子 老大 先往那边 我带人过去 不行 他点名让我自己去 人多的话会打造惊蛇 我自己去服院 你带人远远地在后面跟着 伺机行动 可是这样 你会有危险的 这些年 我欠王冠和新宝的太多了 我觉得 我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没事 我会进行事的 王德发 我来了 你该现身了吧 爸爸救我 吴星卓 你胆子倒是不小啊 这方面 比你老爹强 新宝别怕 爸爸来救你来了 王德发 你好歹也是我爸一手带着闯荡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他 为什么 公司 是大伙一起打拼出来的 你爸却为了求稳 压缩大家的利益 不光是我 多少人都盼着他死呢 可这总跟孩子没关系吧 你先把孩子放了 当然有关系 只要你们顾家还有人 一心集团就到不了我手里 六年前 我就是手软 没有彻底做到你 才让你成功上位 这六年来 我的人 不断地 被你从公司里清理出来 还口口声声说 为了集团利益 王德发 这些人 仗在自己是老一辈 只想从公司索取 从来不想是公司的未来 我能做事不管吗 所以你怎么说 今天 我就是让你 把这一切 加倍地给我还回来 就算你能得逞 你真以为 你能逃得过法律的制裁吗 只要你死 一切都好说 你不是想救孩子吗 自己包着头过来换 好 新宝 爸爸来救你 别害怕 我来了 你把孩子放了 别动小心思 旁边地上有扣子 你先把自己双手扣起来再说 这还差不过 你再靠近点 新宝 你待会儿往山下抱 别回头 知道吗 爸爸新宝帕 新宝帕 可以把孩子放了吗 一个都跑不了 我早就在附近 安排了我的其他手下人 我家人 都得死 不清楚 听说你想让我付出代价 你倒是说说 怎么个复法 放开我爸爸 打死你 打死你 我杀了你 来人呢 给我弄死他 老大 老大 成为埋伏的人已经料理好了 你怎么样 老大 老大 把他们交给警察 老大 爸爸 啊 啊 啊 林女士 不要出声大喊 保存体力生孩子 你还跟着我做 好痛啊 西七 乌气 西七 乌气 西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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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林女士 参下一位小公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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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齐带血 救我的心吧 放心 我们已经保留了齐带血 这就给心报准备手术 林小姐 不好 产妇有大出血的征兆 马上准备抢救 醒了 有没有什么呼吸不顺畅的 对了医生 我老公怎么样 害我的心吗 害我刚出生的孩子 放心 心包手术一切顺利 只是需要慢慢康复 你刚出生的宝宝呢 早产了一个月 正在保温箱 但是呢 生理体征一切平稳 还好我的孩子没事 那我老公呢 他怎么样了 医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难道没抢救过来吗 老他 已经到医院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救上了我们的孩子 放心吧 医生 你可以一定要救救他 救救你了 放心 我们会全力救治的 什么 庆祝他 快 快带我去见他 嫂子 你放心 老大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你可千万别急 你还有孩子呢 既然脱离生命危险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 老大他 顾先生以前受过伤 加上这次受伤比较严重 估计一时半会儿 很难素行 他一定会醒的 嫂子 你可一定要保证好 自己的身体 放心吧 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住这个家 爸爸 你怎么还不起床呀 太阳都晒屁股了 庆祝 这是你第一次见咱们女儿吧 她还没有名字呢 她还在等着你起来 给她起名字呢 你瞧 她还在怪你不理她呢 顾庆祝 孩子可不能没有爸爸 你要是再不醒来 我可就 你可 妈妈妈妈 爸爸醒来了 伤逐 ך 自己还有 伤逐 伤逐 伤逐